各位同学好 这是关于相对运动的题目 相对运动的例子在生活中也不少 例如说如果有坐车上高速公路过 那我们就知道说高速公路上车子都开很快 都是时速100公里左右 但是呢当我们坐在车子里观察其他的车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车子正在 比如说我们的车正在慢慢靠近前方的车 或是前方的车正在慢慢的远离我们的车 那看起来他的时速并没有到100啊 那这就是相对速度的概念 相对速度其实是用对方的速度减掉我们这个参考观察者的速度 对方的速度减掉观察者的速度 就会得到以观察者来观察对方的速度 那他的文字参考是从以来观察甲 他的相对速度就会是甲的速度减掉以的速度 那甲一开始的速度是相对地面 写成四值就是这样 V甲乙意思就是从以看甲 那他的算法就会是从地面看乙 从地面观察甲的速度去减掉从地面观察乙的速度 这样就会得到从以看甲的速度 或称为甲相对乙的速度 那今天就会是甲速度是10向东 然后减掉以速度是4向东 所以结果是正6也是向东的 所以从以看甲是向东运动 然后这也可以推广到加速度 变成所谓的相对加速度 从以看甲的加速度就是从地面看甲的加速度 减掉从地面看乙的加速度 那今天呢 甲的加速度是-2 这里就写-2 然后扣掉乙的加速度是0 题目并没有说乙有减速或加速 所以相对加速度就是 从以来看甲的相对加速度就是-2 好那第三题呢 比较是应用 如果不要让它相撞的话 不使它相撞的话 那一开始甲开始刹车的时候 甲开始刹车的那个时候 距离以的距离 应该要大于多少公尺 好这个是我们可以先算 直接用这个公式 这个是等加速度运动的 第三条 但是今天我们把它改成相对运动的版本 就是末速是从乙看甲的 然后初速也是从乙看甲的初速 加速度也是从乙观察甲的加速度 位移也是从乙看甲的加速度 从乙看甲的位移 那这个时候呢 它们如果不相撞 就是它们相对加速度 抱歉 它们如果不相撞 代表它们的相对速度是0 它们的速度 甲和乙的速度 如果达到一样 然后也还没有撞 那在这之后 就不会再继续接近 当甲减速减速到 例如说减速减速到4的时候 甲减速到 从10减速到4 那 跟乙一样快 但是都还没撞上 那在那之后 就不会再撞了 因为甲乙就是一起用4 每秒4公尺的速度前进 而没有再互相接近了 所以 最后的相对速度是0 其实就是4-4 4-4 那就是0 然后 相对初速度的话 就会是 以观察甲的相对速度 刚刚我们有算 就是第一小题 然后再 2 然后乘上第二小题的相对加速度 再乘上 从乙看甲的位移 这样的话 算起来 乙看甲的位移 会是 36除以4 会是9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加速度是-2的话 那 它至少要9公尺 才可以让相对速度变成0 至少要9公尺 相对位移 要9公尺 才可以让它的相对速度变成0 才可以让甲和乙速度一样 才可以让甲减速从10-4 所以至少也要9公尺 所以答案移 就是至少要大于9公尺 才可以有足够的煞车距离 所以第三题答案是9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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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